講到人類歷史上面積最大的帝國 不是蒙古也不是俄羅斯 我是大英帝國 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英帝國 步入了全盛時期 全世界也都有領土 也被稱作了日不落帝國 而我們今天就來講講他祖先的歷史 在此之前我們先聊聊英國的組成 現在的英國全稱叫做 大不列天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來看看這張歐洲地圖 在烏魯外海的這個區域中 我框起來的地方就是英國 但英國是個聯合王國 是由四個互相平等的政治實體組成的 第一個就是英格蘭 我們常把英格蘭當成整個英國 就是他人口最多地盤最大也最有錢 倫敦也在英格蘭嘛 那北也邊這個就是蘇格蘭 西邊這裡是威爾斯 這三個區域所在地方就叫做大不列天 那有沒有小不列天呢? 有的這個等一下再講 最後還有一個連英國人自己也常忘記的北愛爾蘭 他位於隔壁的愛爾蘭島 所以大不列天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就是這樣來的 這四個傢伙基本上都互相仇恨 尤其是蘇格蘭與英格蘭 那可是好幾代的世仇 不過他們的恩怨情仇我們以後再講 總是最終他們於180年合併為大不列天與愛爾蘭聯合王國 而聯合王國中最強大的英格蘭是怎麼誕生的呢? 講到英國歷史愛與百變有限 我們先跳過十七時代的死前史 反正那時就是一群胡黑黑在島上 第一波移民到不列天群島的凱爾特人 其中一隻叫做不離吞人 這就是不列天的由來 接著來到羅馬時代 不列天這幾個島在當時都屬於一部毛之地 胡胡黑黑在住的 直到西元前54年 咱們倩錢大將軍凱撒入侵了不列天 關於他倩錢的時期可以看我另一部影片 凱撒入侵後暴揍這些胡黑黑 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凱爾特人啦 並把凱爾特人趕到更悲的區域 大概是今天的蘇格蘭威爾斯與愛爾蘭那一代 經歷幾位羅馬皇帝的治理 英格蘭就變成了古羅馬最北邊的統治區域 為了怕胡黑偷襲還蓋起了長城 並用古羅馬皇帝以哈德良的名字命名 叫做哈德良長城 這段時間稱作為羅馬時期 西元383年 大本人在歐洲的羅馬帝國 被日耳曼胡黑黑不斷騷擾 羅馬帝國只能逐步消遣在不列天的駐軍 這給了海峽對面的日耳曼胡黑黑一個機會 當時還是滿足了日耳曼人 底下分支有 昂格魯人、薩克遜人、朱特人和佛利斯坦人 這些人陸續來到不列天島 日耳曼人的到來 除了讓凱爾特人更加邊緣外 還帶來了新的語言與文字 就是古英語 於是這個島開始有了新的名字 像是昂格魯人把他們的地盤叫做昂格魯的土地 英文寫成英格蘭就是英格蘭啦 羅馬、伯列典也變成了英格蘭 別看這地方很小 他們可是建立起了N百個國家呢 然後天天再打架 最終打來打去剩下七個國家 死成七國時代 這七國也是日後英格蘭王國的雛形 最後威塞克斯王國 封立了其他六國 建立了威塞克斯王朝 最終 用昂格魯-沙克遜人成了英格蘭的扛把子 基本上同一個英格蘭 但此時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 我昂格魯-沙克遜人 欺負凱爾特人OK 但二馬有二人妻 這時候出現了更加暴力的8加9集團 就是維京人 想當他的名字叫做維京雄獅 或異教徒大軍 他們是一群來自海峽對面的維京海盜 三部時就駕駛著維京大戰船 沿著海岸線巡視巡視 看到有好康的就上岸騷殺搶掠 靠著優越的駕駛技術來無影去無蹤 而這群維京雄獅的首領 也都有著橫種偶的名字 例如維京五兄弟 分別是白山哈夫丹 勇士比約恩 無辜者伊瓦爾 蛇眼希古德 還有最後一位沒有稱號的巫巴 看到這種全明星陣容 想不定一個人人腿都軟了吧 沒錯 事實上這群維京8加9就跟惡魔一樣 9-11世紀的維京人 幾乎打拼歐洲無敵手 為什麼他們這麼厲害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有BUG般的秘密武器 維京長船或稱維京大戰船 個點是長寬輕速度快吃水有淺 且可以任意登陸各種海灘 打不應還可以連人帶船搬著船逃跑 也因為輕 所以可以在陸地上靠人力移動 從A河逃到B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輕巧的特性讓它操作起來非常流暢 當時歐洲主流船隻叫做柯克船 重達200噸 雖然航行起來四平八穩 隆納的船員也多 但很吃地形 只能在港口上下船 人家維京長船直接路到海灘上呢 所以靠著這種BUG般的交通工具 這群八九海盜只有只要有水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活動範圍 任何地點都有可能是他們上岸的地方 靠著河流還可以深入內陸 更可怕的是還可以在內陸換條河行駛 看多官兵人少就一擁而上 看到對方人多就帶著船逃跑 這種機動力特強的行為模式 根本仿不勝防 此外維京人身強體壯 每個人都壯得跟牛一樣 單兵素質非常高 加上特殊的宗教信仰 非常追求戰爭的榮耀 除了單兵素質高 他們也注重戰術隊形 像是使用盾牆戰術 遭遇戰鬥時 士兵們用盾牌緊緊的依靠在一起 不管敵人如何攻擊都不動如山 最後維京人在撐亂補刀 維京8加9就是靠著命命武器加獨門技術 搞得其他歐洲人聞風喪膽 躲在角落瑟瑟發抖 但西元871年 英國歷史上迎來唯一的大帝 七王國之一的維塞克斯 他們的首領阿爾弗雷德大帝 決心與這些維京8加9們決意死戰 這死實般的英雄 是如何與中二的海盜集團對抗呢? 但為什麼後來這群8加9們 又反過來統治了整個英格蘭呢? 政治陷阱的英國王室 跟這群8加9維京人有著某大的關係 下一期我們會從南威大帝講起 有一些鐵粉說已經很久沒看到四義帝國畫面了 一直特別悬一集四義帝國解說 四義帝國算是我出道的工具 你們可以看我早期影片 不管怎樣都是以四義帝國解說 但遊戲畫面也有齊局限性 感覺就很不精緻 有厲害的插畫加厚 我覺得可愛的插圖更好用 畫面比較一致賞心願目嘛 像是我說劉備在漢宗之戰擊退的曹操 用這張圖不是很舒服嗎? 比起放一張光榮三國製的劉備或曹操的圖好多了嘛 看那個很粗細的 以後還是會以插圖為主 至於四義帝國的影片 四帝國派鐵粉抗議程度多拐來決定 抗議的月兇就多一點囉 最後進入好處推廣時間 這次是讀摩點的書贊助的 因此群有粉絲都給參加抽獎 今天我挑選的是一本符合時事的書 瘟疫與人 這本書也算是老經典了 畢竟是1976年出版的 暢效了44年還不夠經典嗎? 從西班牙流感以來 人們似乎覺得瘟疫詞離我們很遠 除了世界上一些黑暗角落外 大流行病似乎很難威脅到我們 這到今年的新冠肺炎死滅全球 我們曾經覺得 其實瘟疫從來沒有離開過 瘟疫與人之本書認為 中國、印度兩個流域都長期與病毒接觸 或多或少都有免疫力 雖然達到了兩者的平衡 形成所謂的文明並沒酷 因此在原有文明內沒什麼事 但只要接觸到陌生的文明 面對全新的病毒往往無還擊之力 所以病毒也變成了一種武器 所謂歐洲人政府美洲時 九成五的原住民不是死於戰火 而是白人帶來的天花、流感等致命武器 非洲是人類起源的妖籃 同時非洲潮濕炎熱的氣候 也非常適合傳染病生存進化 但後來祖先們學會了用火、學會了遇寒 逐漸可以往更寒冷的地區移動 最終一部分的人類走出了非洲 雖然食物水源都比較少 但卻比較不利以傳染病的生存 原地傳染病後人類文明得以迅速發展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 非洲無疑是失敗的 但以自然生態平衡的角度來看 非洲則是最成功的典範 傳染病成功抑制人類人口的暴漲 畢竟傳染病的目的不是要消滅人類 而是要完成自己的生命週期 他則是淘汰過多人口 讓生態回到平衡 這本書甚至提出了另一個有趣的觀點 印度的種姓制度也與文藝有關 來自印度、鋼和西北的雅利安文明 不敢人去招惹位於南方與東方的森林明珠 就是生怕染料他們的傳染病 推了球棋士想利用種姓制度 把那些話外知名變成自己人 不同的種姓不能結婚 就是為了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這也是不管多麼強大印度王朝 都無法征服印度南部的原因 總之這本書就是以流行病的面向 闡述了人類歷史的進程 最後除了我們抽出300電子書給觀眾外 讀墨電子書在9月30日前 有天下文化全書系的書展 3.85则、3.75则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下 別忘了我們下次 違建的征服印度南部的歷史 是非常違建的一集喔